韩国瑜手上的蓝北新是百岁国宝护送员所与民的传家报 也是他1949年从大陆迁移来台时的历史见证 韩国瑜出席千台历史展也让他又重拾眷村的回忆 除了回忆妈妈给的500块之外这道家香味也让他回味再三 海底时的蒸修就是妈妈做的狮子头 但经济不宽育时韩妈妈常常做手工面疙瘩喂饱韩家兄弟姐妹 事隔将近半个世纪韩国瑜也再度卷起袖子烹饪出老妈的味道 好那就是红烧狮子头咯 过农历年时亲自下厨 只是现在平日忙市政驾驭拼初选 但只要在闲暇之余能回顾年轻眷村生活 韩国瑜一叙述就是滔滔不绝 年轻的时候当然喜欢拔马子打撞球 反正就搞这些事情 当时父母亲一看不行 那时候眷村嘛那去当兵 双手插腰的大男孩就是18岁的韩国瑜 当年在军校时只要看到同学遭到长官恶诊 就会想办法帮对方力争到底 或许就是这样的精神 韩国瑜尽管从政过后回到眷村拜票 居民看到他宛如一见如故 这个我相信不光是我们这一代 包括我们的子孙 将来他们再回头来看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如今应在初选打了如火如荼的头时 韩国瑜对眷村的记忆侃侃而谈 回顾一下当年年轻的美好 记者综合报道